原标帖,土耳其这次帮的大麻,额轰炸机奔袭4000公里,一级摧毁数十架飞机伊德利普军事迟迟未定,自去年9月份至今,叙利亚政府军长期在伊德利普周边待命, 近期首次展开了对伊德利普周边,以及拉塔基亚生北部,以及哈马圣周边的武装分子打击行动,而俄罗斯空天军,自去年9月份,停止了对伊德利普武装分子的空袭后,日前再次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。 据俄罗斯卫星社消息,日前,俄罗斯空天军部队出动多架屠夫22.3战略轰炸机,本袭长达4500公里后,对伊德利普省境内的武装分子军火库发动空袭,一击摧毁了武装分子数十架无人机。 此外,据保守估计,至少有数百名武装分子,在此次空心中被炸身亡,而俄罗斯空天军之所以能够到获全胜,关键还得益于土耳其方面此次大力相助。 原来,伊德利普省武装分子,近期再次得到了大批无人机的援助,企图通过无人机,对俄军和梅米母空军基地发动偷袭,俄军在掌握到两线索后,土耳其军方首次向俄军提供了精确坐标。 随后,俄罗斯空天军从本土起飞多架图,复22兆三地火战略轰炸机,分析长达四千多公里后,对伊德利普武装分子军火库,发动精确空袭。 与此同时,叙利亚政府军日前也对伊德利普周边的征服阵线武装分子采取攻势,出动大口径火炮、火箭弹,以及排挤炮等,轰炸武装分子。 前年阵地,为随后即将到来的总工扫清障碍。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,土耳其方面作为伊德利普局势的重要一方,此前即便伊朗和俄罗斯联手相劝,土耳其也不愿意在伊德利普问题上向俄军联军做出让步,但是长期以来伊德利普境内武装分子的表现,让土耳其方面也无可奈何。 去年,俄罗斯与土耳其达成了伊德利普协议,但是伊德利普境内的武装分子迟迟不愿意履行该项协议,并且接连向俄军联军发动反击,这样伊兰土耳其方面也难以占卧脚跟。 而随之叙利亚局势,不断朝着光明的一面发展,土耳其也渐渐认识到,继续与叙利亚保持敌对关系没有任何好处,这才在伊德利普局势上,做出重要让步。 此外,俄罗斯空天军图付22.3战略空架机,此次长途奔袭4500公里发动空袭,无疑致向外界证明俄空天军的远程打击能力。 因为当前世界局势高度动荡不安,美俄中岛条约彻底告吹,乌克兰方面近期开始在俄乌边境试射新型导弹,甚至逮捕了克里尼亚地区一名士兵,为此,俄罗斯军方此时继续让舰来震慑对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